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带你们来看一间 位于在Banda Makota Cherrus的 2 cup 损损 为什么我讲2 cup 损损呢 因为呢 在 Makota Cherrus 这个价钱真的是少之又少 OK 这间unit呢 它是20x65的 Land size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car Porsche 原装 就已经是做好touse 了的 不是那种C-Man的地 再来 就是它的门口 原装就已经打大 可以泡到两辆车进来 这样你就不需要另外再花钱 去做那个门口的extension 就是要特地开到那个门口 来泡两辆车 因为它原装就已经可以 进两辆车了的啦 OK 这样进到来这边呢 就是它的客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客厅其实是蛮大的啦 蛮宽的 OK 这边还有一个store room 这样我带大家 看一看里面的整个layout OK 这样首先进到来呢 这边就是客厅 这样其实它是有两个门的 这边有一个门 这样这边就是它的sliding door啦 OK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store room 所以客厅是蛮宽的啦 而且全部已经是采用了 这个二乘二的floor down 了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进去厨房 那如果有survey过 马国大车的人啦 你们都会发现 这个type啦 它跟普通的basic unit的厨房有点不一样 就是这个layout 就算它现在还没有extend 它的厨房都是比较长的 比较长的哈 而且它是还没有extend的哦 因为它的后面还有五尺地的 给你们看啊 后面还有五尺地是可以做extension 这样如果有些人是觉得 诶 我不需要那么大的厨房 这样后面的五尺地 你就可以拿来当做open area 就是heavy cook的话就可以在后面 so这个就是楼下的厕所 然后再来就是楼下的房间也是很大的 就是可以放得下双人床 没有问题 嗯 加上你可以看到它的floor house 就是一般的厨房 basic unit啦 厨房都是用seaman的 就是还没有铺touse的 但是这个它已经是铺完touse了的啦 OK 这样现在我就带大家上楼上看 这样这间unit呢 大概楼下一间房间 然后楼上就是三间房的 OK so上到来这边 就是直接房间门口了的啦 OK 三间房 然后呢 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 一般这种旧款式啦 楼上的地板都是用着bucket wood 但是这个已经是换完floor house了的 OK 嗯 这个是它的master room啦 你们看一下 非常的大它master room 很大 而且这边它有一个 balcony 如果你们要做extension的话 也是可以 这样你的房间就会更加的大 OK 然后它的厕所也是很大 这个壁的房间其实也是很大的 就像这间它的二房其实是很长的 嗯如果这样子看来啦 你要放两张的king size bed都不是问题 而且而且 你再看后面啦 看到吗 它后面还是有屋子地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extension的话 这个房间就会更加的长 这样隔壁的已经是做了extension的了 OK 所以这间房间的话呢 它是跟个壁三房share厕所的 厕所也是蛮大 然后全部套是已经是到top了的 到顶了的 OK 这个就是它的小房啦 讲是讲小房 但是也是很大 一样你也是可以放到两张床都不是问题 嗯 所以这个可以拿来当做小孩子的房间 之前也是小孩子的房间 所以它是有年了那种wall paper下去的啦 OK 所以基本上这间屋子我们已经是看完了的啦 这样如果 呃你们有在看这个朋友 刚好如果你们是有在找着要找basic unit啊 想要做自己喜欢的装修 或者是你在寻找着Bana Makota Chorras 华人区500多千的property的话 而且还要是有gated garden 这样欢迎来联系我 我会带你们来看actual unit 拜拜